从前从前有的CP扬眼很久 没错,他们就是国民初恋CP刘浩然、欧阳娜娜 学生时期甜甜的蠢蠢的初恋 牵牵手也需要很大的勇气 在一起听歌看书聊未来就是最甜蜜的事 虽然最后无法在一起 却是最初的刻骨铭心 2014年情人节上映的《北京爱情故事》 把这对国民初恋送进了娱乐圈 从此,刘浩然的微博日常就成了 吃饭、睡觉、欧阳娜娜 你有比光更美的翅膀 这种赞美也是甜的后人 两人拍这部电影时的花絮照 看来可以绕地球一圈 刘浩然还未换手机找不到照片心痛 嗯,没错 520在一起 聚会吃饭也是日常的不能更日常的日常 今年年初 两人还携手登上天天向上的舞台 给粉丝们发糖 国民初恋的CP粉圈地自萌 本来怡然自乐 可是,就在今年年初 这对CP被拆了 今年1月20日 刘浩然被曝深夜在电影学院和谭松韵见面 姐弟恋疑似曝光 视频中还有这种甜蜜搂肩的动作 以及同回谭松韵所住的小区 两人带同款情侣手链的亲密照也被拔出 国民初恋的CP粉们心碎一地 90年的谭松韵比97年的刘浩然大七岁 但肉嘟嘟的童言和刘浩然CP感也毫无违和 再加上两人主演的网剧正在播出 情侣头像和剧中的友爱互动 妥妥的又一对CP诞生了 可是在之后的采访中 刘浩然否认了恋情 谭松韵也表示自己是单身 但谭道跟刘浩然发展的可能 谭松韵也没否认 就像谭松韵的回答一样 三人之间的恋情真假 都处于既不承认事实 也不否认可能的状态 总之就是CP发糖 CP粉圈地自萌 作品有话题 吃瓜群众的关注度也妥妥地有了 但CP足久了 尤其还是这样三角关系的CP 就总有撕逼的那一天